什么叫做元素的周期表 那发现了以后 为什么能够安排出一些周期信出来 周期表在化学的领域里头 是一个好像众人皆知 好像每一个人在国中的时候 在学化学的时候 学理化的时候 也会碰到周期表 可是周期表如果用 今年是150周年去算的话 它正好就是推回到1869 那其实是门德列夫 他第一次建议了一个表出来 那个表他事实上 把已经知道的元素 都做了一些排列 那个排列里面 是对他来讲 是有一些性质上的周期信 把它排列出来 什么叫做元素的周期表 那发现了以后 为什么能够安排出一些周期信出来 周期就是会有些性质可以循环 这个意思 那它一些性质 为什么可以那样循环的情况之下 设计出来了以后 到底里面有什么含义 那我们从18690之前 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 之后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叫元素 其实从1869年往前推 知道什么是元素 其实不到100年 拉瓦捷他就很清楚地提出来了 什么东西是元素 那他提出了什么是元素以后 就有一些化学家找出 这个也是元素 那个也是元素 就有很多新的元素被发现 那到了门德列夫的时候 总共有差不多七十几个元素 那七十几个元素提出来以后就成了一个表 可是这个元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周期性的表格 被整理出来 其实是到了20世纪才被发现 所以我们大概会这样子整个的把周期表的来龙去末 分成不同次的方式来讲 负负这九次演讲的老师 我们大部分邀请的还是学术圈头的教授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化学家 当然这周期表本身就是化学的 可是我们也请了有物理学家 我们也请了有产业界的人士来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说过元素有很多 事实上它在我们的产业界有非常大的应用 所以我们也请了产业界的人来跟我们讲 这样子的话 大概九次加在一起 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般性的介绍 而且有一个是大家有比较有一个科普性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